其实真的都战战兢兢 而且吃苦也无所谓 都很拼的 有一点知名度还没有很红呢 17岁就车祸了 然后就开始我的复建路程 所以就是也没有享受太多年轻人做过的疯狂事 没事你现在享受的就是最好看的舞台 最亮眼的舞台 然后最会好看的秀 乘风264的成团之夜的分组和歌曲 都是由网友的投票决定的 还是比较刺激的 目前投票结果已经新鲜出炉 四个组的队长已经选出来一起来看看 第一组双结棍队长刘欣 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刘欣 袁雅维 朱丹 谢金燕 郭碧亭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陈浩宇队所有的队员 已经全员准备好 要为袁雅维 提养来加油打扩了 准备好 3 2 1 Go Forever Young Forever Win 八线夏天山 天赖鸡凤凤凰 袁雅维 毕生 由于袁雅维在 This is me 中票数更高 所以他属于陈浩宇一组了 郭碧亭在骑士精神组票数更高 所以属于陈立军一组 最终刘欣的成员是刘欣 朱丹 谢金燕 苗妙 朱丹斯 第二组陈立军组骑士精神 前五名分别是陈立军 张雨昕 韩雪 郭碧亭 柳妍 最终队员也是这个分组 话题度高 就是实力有些差了些 第三组月亮之上 陈立军排名第一 但是其实精神他更高 所以这一组的队长 就变成排名第二的齐薇了 组员分别是齐薇 何杰 孙夏琳 萨丁丁 蔡文静 目前最强的一组 应该就是陈浩宇一组 不仅他个人的投票排名第一 他这一队的姐姐也是强的可怕 五 六 七 八 茶腿 一 二 完美 然后美的时候收啊 然后一的时候就做好那个叉叉了 来 五 六 七 走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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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的昂贵 脱去了防备 在心里便陶醉 一 二 jagan 六 七 八 好 美得 最终成员 陈浩宇 尚文杰 万尼达 哲宁可 袁亚维 万尼达和尚文杰的直播也非常精彩 一个是公认第一 一个是说唱界的武则天 强强联合 哲宁可舞台也非常棒 最强的都来了 而且都是十万的票数相当之高了 七位这一组虽然票数不高 但是实力还是很强 都是大摩扣 也许会有大反转呢 四公的陈浩宇组 是目前论综合实力而言 最强的一个团 能把类组全场最佳 毫无疑问没有悬念 我心扉 我不属于谁 谁状况无所谓 还忽略我的美 Nobody nobody but you 不管谁陷伤害谁 我只需要你安慰 I want 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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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你这关键的水 比饮食的伤悲 总也不肯回 想一生的三年 以前真的工资很少的 因为妈妈那个比较辛苦 需要钱 那我就出来 我就寄很多很多照片 给所有的电视台 演戏也好唱歌也好 还有比赛什么秀的 我全部都寄照片 就后来就一个回复我的 小燕主持 小燕姐主持的节目 就开始出来演戏 骑着一台那个小摩托车 然后化了妆 然后戴个安全帽 然后就去演戏 你不用这样安慰我了 我没有安慰你是真的 也是真的 我想说你又怕我 讲一讲眼泪又掉下来 你想安慰我 我想要开心 我怕你 我怕你待会我忍不住 陈浩宇第一句 开口唱时 有点模仿袁阿维的感觉 大概是为了顺畅衔接吧 全员和声非常好听 这宁可那句 You know I always love you的歌词 简直跟MV的原版似的 谢金燕的跳舞自然也没得挑 卡点到位 身材和台风也是相当出彩 小口里她的表现最突出 孙嘉玲应该很喜欢大外套 看她穿过好多次了 唱歌时气有点短 且经常不够 是个小瑕疵 这组和其他姐姐们互动的画面 很有爱 有种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感觉 踩完镜组 这首歌的调子感觉 和所有姐姐都不搭 跑出了她们最舒适的音域 喵喵唱歌的确有进步 但这首歌的表现 不如前几次的进步那么明显 跳舞的solo部分 美得挑超级好看 王林明显在描道具上的小抄 这已经是她连续几次 都在小考环节作弊了 萨叮叮组 麻烦最大的乐团 看得出 盛文杰和和解 这两个人出了大问题 而且是轻易不可调和的那种 这也是本届姐姐中 为数不多 能明显感觉到矛盾的镜头 小考看规则时 和解甚至都没来 和解就显得过于情绪化了 萨叮叮唱得很好 但总有一种 不论在哪首歌里 都很难彻底融入的感觉 惊喜的是 她跳舞的味还挺对 《大敌命团》声乐考核正式开始 《华夏》这首歌特别适合陈丽君 终于来到她的舒适区了 刘欣的表现一如既往很棒 虽然当初在韩国受训时间不长 但那股劲儿是特别正的 全风格轻松拿捏 赵雨昕唱歌好像有点跑调 刘欣之前还给她开小灶补课 终于明白为啥赵雨昕被称为洋娃娃了 练习的时候尤其明显 只有嘴巴在动 脸部其他器官基本是固定的 只有眼睛偶尔眨眨眨眨 伴着稍有迟缓和木娜的点头 《叶欣愁》这组 其实陈浩宇的唱歌方法比较费嗓子 不像于安伟那种大开大合 反而相对舒服些 这首歌本身没有排舞 其实他俩在提高默契度之后 没必要练得太多 毕竟都是成型歌手 结果是好的 突破了平均分 保下了谢金燕 谢金燕多留几个舞台 还是很值得去看到